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国中产党 今天由两宗环保新闻开始讲起 第一宗是讲一个饮馆 其实这叫酒素 酒素就是酒素交给馆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开始引过来的 酒交不行 现在我装装酒素 其实现在不单止有一些餐厅 例如麦当劳以前 只有一天是无饮馆的 我觉得很笨 你一天 其他那六天也有 那怎么办 现在不是 全面都没得免费取饮馆 有些地方就是 你被挨挨的时候 有 有些就问都没有 当然出现了很多 我们叫Tiffin Problem 有些说明明你们说 问就有 为什么问都没有 有些地方就 外卖就要塞了饮馆 在堂食就没有 即是怎样呢 但无论如何都好 现在不用饮馆 已经基本上成为了 现在香港的大型连锁店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环保公关工程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即使走一条饮馆 你随便吃早晨全餐 或者随便吃吉野家 全部都是胶 而是怎样呢 饮馆和胶是不同的 饮馆是因为海龟吃 所以是胶是两个东西 第二件当然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酒饮馆运动 由台湾吹起 台湾当时还有 没有饮馆怎样喝珍珠奶茶 真是憎恨 但这段时间我再说 被我很震撼的地方就是 一张海龟被戴着饮馆的照片 其实好像有一条片 竟然可以促成整个 港台两地 一个走速船风 这个就令我想到 环保的威力 其实可能就是有一点 我问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 究竟香港的饮馆 喝完之后 会不会跌到海里 让海龟弄出 你应该要计算 我觉得跌到海里的 机会率都高 因为有很多 垃圾 其实就是不知如何 沖落坑渠 流出海 但是你要那条饮馆流出海之后 还要刚好插入海龟的鼻疙孔 这个机会率 我想就同样差不多 应该不止海龟 会插入鼻疙孔 其他有很多生物 都会无缘地吃 而那些人流出 海洋生物要有鼻疙孔 就有限 是否鱼吃了 整条饮馆插入海 你看不到 现在最重要是 但问题 现在在做饮馆这个 campaign 很多有胶的东西 可能都会吃到 但那些就可以不理 有五个问题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你会吃到肚子 其他时候有肚子 如果有肚子 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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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肚子 也有肚子 但重点是什么 当然 你肚子那只肚子 全部都是胶 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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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重点是什么 原来一幅图一条片 你可以引起牵连大波 是的 当日这个索马里战争 我还记得 我们叫做电视纪战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班难民 就抢救活物资 被人开枪射 所以就说 不行 克林顿一定要去介入 这个索马里战争 然后亦都因为有个新闻报道 拍到Black Hawk Down的电影 就说 拖着美军那些消灶的尸体 游街的人 不行 我们要撤军 即是环保应用到这件事 原来宗教性和那种很感性的力量 才是真正推动到这个运动 从来都是 我讲一个历史故事 那时候是几十年前在美国 有一段新闻 那段新闻就是什么 当年美国不同州份 就会是可以交易垃圾 即他们的地方地价便宜些 堆田区便宜些 我们在纽约等地价便宜些 云些垃圾 不是 全地球都是 现在很多垃圾 全都运用其他国家 说到堆田区这么邪恶的环保分子 其实是在这里一直发生的 那件事发生是什么呢 就是无端端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 柳翼有一个船 有一个生意佬 想着这个招式 就说船栽垃圾去第二个区 就可以赚到钱 但是很不幸 刚巧被人拍到这架船 兜坏了整个美国 都没有人肯收垃圾 因为原来有人报道的时候 因为政治原因 都没有人肯收垃圾 都没有人肯收垃圾 那些垃圾要来我们的区 都没有人肯收垃圾 报道后 就觉得 美国不够堆田区 于是似要多些环保的东西 那不是没有这件事发生的 就是宗教性的影响 宗教性和特性影响 拍照是拍了一架船 有很多垃圾乘了山 於是走來走去找不到堆填區 於是美國人就覺得我們不夠堆填區 於是我們再製造很多循環的東西 否則垃圾不知如何處理 其實不是想的問題 而是宣傳的問題 其實在當年希特拉時代 大家已經發現這個東西是很活動的 宣傳洗腦 這個東西是最重要的 我們每一天都被宣傳洗腦 我們不知道 但問題是為何會觸發這件事 拖開一條魚有水瓶 我們好像震撼力沒那麼大 但海龜未死 還插著飲館 叫它出來 你想想它 就是威力超過100倍 這就是我很感嘆的地方 除了照片漂亮之外 還是傳閱率是很重要的 他應該是有些人 有些人很可愛的地方 那個人可能已經有幾千萬 又或者見到我們之前 看到一些很瘦的北極熊 是 即是 不可以越北極熊 也像埃塞俄比亞 很大的肚子 是 是 那這裡帶到另外一個環保問題 就是 另外一個環保問題 是暴瓶的問題 是 暴瓶的問題 暴瓶的問題 第一 我沒有喝那麼痛 是 我沒有喝那麼痛 我沒有喝那麼痛 不是因為完全不 第二 我吃過一次鯨魚 以後都不會再吃 真的太好吃 要討論一個問題 我都要問大家 你們覺得鯨魚很好吃嗎 我吃過 我吃過一次 我在挪威吃過 我都覺得是很難吃 我吃過鯨魚試生一次 我吃過很多次鯨魚 鯨魚最好吃的就是 不要吃你吃那麼多次 是啊 我吃過割鯨魚 是很多種 他專門吃鯨魚的 在大阪 於是他就有很多種 一次過吃了很多種 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已經全部 就是我做了一件事 是很透徹的 是要在最出名的店鋪 就是別人說好的店鋪 最好的店鋪 然後吃了所有的事 那一次過試完之後 你是不行了 都是不愛的事 可以以後不用再想了 他有一個水菜生 那個是大阪很出名的 連水菜在那裡 那些水菜是好吃的 問題是那些鯨魚 就是結論的鯨魚 都是不好吃的 這真的很諷刺 我再說回第二宗新聞 一個特別的地方 現在就是日本 又重新再做食用暴鯨 以前都掩掩掩掩掩 說什麼科學暴鯨 通常科學暴鯨 原來那些鯨魚肉 都會用來吃 現在直接又重新做過食用暴�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日本人 原來現在吃鯨魚的需求 沒有外想像那麼高 平均每個日本人 每年吃30克鯨魚 就是等於沒有 而且還要每年下跌 第二件事 就是在日本做一個民調 就問你們支持 是否支持日本繼續暴鯨 雖然有28%的人贊吃 16%是反對 但其他那些是全部都沒有意見 問他們為何要支持繼續吃鯨魚 基本上覺得好吃的人是很少的 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 是靠鯨魚作為主要的肉食來源 所以他們就覺得懷舊 覺得可以吃到以前學校飯堂的味道 所以才吃鯨魚 然後越來越少人吃鯨魚 然後不好吃 他們也不介意繼續暴鯨 為何還要這麼堅持下去 因為他們在宣傳 因為他們在宣傳 他們覺得這樣 他們是否有一個工業以靠維生 他號稱有十萬人 但其實應該是兩三千人 然後總之那間餐廳有鯨魚 一百樣東西有鯨魚賣 就叫做鯨魚十萬人 但是他們說不公道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我很崇日的 是嗎 我沒有血腥 很崇日的 我不知道這些日本 教日本的崇不崇日 你也常常看日本的 OK 問題就是 我覺得日本是不公道的 日本有一億一千萬人 一億二千萬人 OK 那就是 但是暴旗只是排第二 OK 而世界排名第一就是挪威 而挪威是五百多萬人口 他的暴旗的數目 是第二的日本和冰島一起 但是冰島和日本差不多 但是冰島只有三十萬人口 那你想一想 他不是喜歡所有日本 然後你一除人口就知道日本 為甚麼 現在挪威 你說沒有人吃鯨魚 可不可以說挪威吃過 不是 挪威還要出口罐頭 挪威是自己吃不完 日本是全部自己吃的 沒有出口的 挪威五百萬人 他報那麼多 然後就出口的 全部都出口的 所以第一槍 我叫你鼓頭給我買 第二就是 喂 我們這麼行動 然後你們全部都是欺詐我 為甚麼你不給暴旗 你們最初的時候說暴旗 沒有人說過 因為人道原因 我們現在的國際務卿委員會 國際務卿委員會是 鯨魚 是要可持續發展 你這樣報了 大家就沒得報了 所以讓他們的增長 是回到1982年的時候 即是回到全盛時期的54% 你才能夠繼續暴旗 商業暴旗 會先佩服 除此之外 就是有些地方 有些很窮的地方 已經有傳統的 比如愛斯基摩人 他們可以有些暴旗的執照 比如印尼有些地方 我看到那些人 有魚叉的暴旗 飛身去暴旗 他說一隻鯨魚 原來可以夠兩千人 吃一個月 所以他們給他們過暴旗 為甚麼 他說商業暴旗 後來15個國家 成立國際暴旗委員會 然後在1949年 然後就不停有些國家侵略 去加入 現在有八九十個國家 那些國家都沒有鯨魚 但是他們不是有份投票 說政策要怎樣 沒錯 他說你們是亞支亞洲 摩洛哥 然後你們自己都沒有鯨魚 瑞士都有份 瑞士當然 你都沒有吃鯨魚 你當然是反對沒有鯨 對好不公道 我當然是撤出 這個人有日本 我又不是最多 我是最多人 我又不是報最多 其實我都不是有錯 因為他們不吵挪威呢 其實也有吵挪威 那挪威和日本的分別是甚麼 挪威他們的暴旗 其中一個主要的來源 就是短鬚旗 就不是瓶危絕種的 長鬚旗雖然是瓶危 但是又有限額的 日本最大的問題是 它暴旗的資料是沒有公開的 就是究竟報了多少鯨魚 甚麼品種 有很多人都說 其實肯定裡面 因為現在有一半以上的鯨魚品種都是瓶危的 你不要做錯誌 壞事 怕甚麼事 在日本說 他說他不相信這個調查報告 這個數字 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些鯨魚是在水底 其實是下測了實際上的數字 現在是一點都不一樣的 但是我要說回 挪威也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挪威為甚麼它堅持要暴旗 甚至乎有些公約讓它允許暴旗 就是因為要保存他們挪威的暴旗文化 他覺得挪威是我們其中一個民族的物質文明 你不讓我暴旗就消失 我們經常都說為甚麼要保育 保育就是你要防止一些物種滅絕 但是現在的保育已經不限於生物 文明也是一種保育 你為了要保存一些物種的存続 你去消滅一個民族的文明 這件事的道德怎樣計算 但是民族的文明 你暴旗不包做罐頭 你不要大量做罐頭 你包出口 最多是自己吃 日本自己吃完 只要沒有做罐頭出口 所以日本就覺得很不順 這次我覺得日本是有理由的 所以我是崇日 最後還要說一說 我看過有很多不同的報道 為甚麼市場不停萎縮 為甚麼會越來越少人吃瓊魚 因為因為老人家才吃 老人家越來越死得多 所以越來越少人吃 那種需求又不是那麼大 為甚麼日本仍然不惜堅持要暴旗 我們最後找過原因 原來暴旗業主要是由政府統籌 政府關於暴旗相關的部門 大概是請了二、三千人 如果完全廢止暴旗 這二、三千人就會被人解僱 為了這個區區的部門 就是日本的政黨 其實民主政制就是這樣 保住某些既得利益團體 你就可能可以依附到一個大的政治集團 他們就不停捍衛這件事 而且反過來說 你說要打擊這些暴旗的問題 到最後你會發現 喂 法例是沒有用的 因為國際法其實是管不了某些國家的 你要靠甚麼呢 為甚麼我們要把兩宗新聞放回來 喂 你不是去拍攝一些 鯨魚很可愛 然後很慘 被人弄死了 好像那些海龜 對呀 電視的影響 是怎樣的 我對於這件事有兩個 沒錯 第一 你去日本吃鯨魚餐廳 你知道日本那隻畫公仔多漂亮嗎 吃鯨魚餐廳那些鯨魚畫得很可愛 對 你吃鯨魚很可愛 然後你以為是真的 全部都在門口 你知道你看照片都很可愛 那你吃蟹的蟹都很可愛 所以沒有掛題 第二 他們其實未能捉到套路 但問題是 暴侵和極有派是有關聯的 他們說我們捍衛暴侵傳統 吸收了很多極有派的票 那件事是掛衛的票 不是因為兩三千人的問題 是不是跟選舉有關 我們掛勾 掛上掛 就等於香港 香港的IT界 教育界 為甚麼會變成親林鄭 其實就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 重重掛著 這個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對民主制度的一種挑戰 就告訴你 就是少數的人可以協持 大多數去行一個 我們很多人都不喜歡的政策 因為我很快地回應大師 我第一次去美國一個環保的智庫 去訪問你 他請了我去演講 我以為環保的東西很多是左膠的 環保的 而去到不是 去到怎樣呢 很愛互動 我都以為 去到老闆的房間裡 看到很大的頭 有些獅子老虎 原來那個 獵人 去到非洲打獵 原來最初七十年代 那些人搞環保 又或者是要保護動物的人 就是有些右派的人 因為他們覺得打獵是他們的文化 你剷掉樹林 還哪有獅子老虎 他覺得我們要喜歡打獵 但是打獵 因為我要保護 因為我怕打到沒得打 所以我們要加上私有產權 限制怎樣打 拿牌打 這個人我一定要declare 就是我覺得我是一個最環保的人 是 因為我從後都不去打獵 也從後都不去交易公園 我不會騷擾 我不會騷擾 我最簡單的方法 所以全香港最環保的那班就是讀L 你家裡一定會有太排放 是 沒錯 我覺得那些去交易公園 最不環保的人就去交易公園 然後那些人就旅行去非洲 我不是的 我旅行去那些最黃的地區 我絕對不會騷擾到那些小動物 或者騷擾到那些郊外 我去吃drunk food 我覺得我自己是最環保 而那些環保的人是最不環保的 從來都是 那個是豬一百甲 那些是自己打獵回來 那個是什麼 Thoro 湖溫省紀那個 哇大哥 你住在大自然那裡 然後又不交稅 又什麼東西 那些東西 喂大哥 你這樣去做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那樣做 那些地球滅亡了 是不是 像我每個人都做一個乖鞋子 像我那樣 住在一些公園 然後就完全都 平時的時候就玩的時候 再唱棋 看戲 那當然我唯一不好就是駕駛 我講一點總結整個討論 剛才你講到這個都是要靠感性和宗教去做 但是經世學的角度就覺得這樣不好 我不反對這個是有效 但是他這個感性或者宗教式去做這個文宣的問題 就是通常是非一即白的 我一旦就做一旦就不做 因為就是透過這個批判 妖魔化去規範別人的行為 透過這個社會壓力 通常這些東西一定要很簡單 這些就是做壞人 好像說吃煙是壞人 你吃肉是不好的 就是違反經濟原則是什麼 經濟原則通常我們會講的就是取捨 就是我做多一點這件事 就是成本就是這樣 剛才你講到的 究竟我們是要捍衛傳統文化的保育 還是一些物種的保育 這個其實是可以看成一個經濟問題 是有取捨的 你想要多 你用這個比較重要的就做多一點 但是你一用這個妖魔化的東西就沒得談 教授我從來都很同意你的意見 但是今次我不同意 我用兩個字來講 花了三個字 但是它很合理 是的 你是經濟學的 所以人們說你們這麼沒有人性 就是這樣的原因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